今天纳斯达克跟比特币的市场是非常的坚挺 而那些叫recovery就是重新这个始终精致那些小的这个股票 今天是表现是非常的糟糕 这个都是买那些龙头股 尾巴没人要 另外这个股票呢现在的股票价格就是说 大家都是按照方向对吧 一个方向一个方向走 那叫momentum就是这个势头跟冲力动力 运动的 就是说今天你可能买很多股票 现在的很多小的股票呢 今天不涨全部是涨大的 如果这个龙头股不涨了 这个小股票就会进一步跌 所以的话呢现在是这个龙头股 纳斯达克高科技这些龙头股呢 像Tesla啊这个Adobe啊Microsoft啊还有这个啊这个搞疫苗的这个股票 涨得非常厉害 这个叫经济重启的话这些股票都掉的非常厉害 如果这个龙头股不涨的话呢这些 说的重启计划那就就糟糕 但从目前情况下呢如果市场稳定的话呢那这些股票还有希望反弹 但是一般的情况来讲呢 你反弹就得跑 现在市场非常不好 现在呢搞市场的几个小时 一个小时 几个小时 对吧 晚一天 可能方向就会变化 不论是股市 还是 外汇市场 对吧 都是这样 这个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比特币呢 从最高的地方 掉到最低的地方 也不够到二十几 今天反弹了百分之 十八 对吧 很多人 可能省事惨重 我给你看看这个 NASVAC指数 今年长得厉害的地方 对吧 一个我给你看看这个NASVAC 从星期五 最低的地方 就长得现在这个 这已经算比较极端的情况 但是你看从整个 对吧 你看 难道NASVAC还是创新高吗 反正问题是在联邦这个 主席会联邦局局会不会 对吧 记忆不灌水 就是说 那个什么TAPER计划 是不是 停了 对吧 好吧 每天都给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一点感想 以后我现在把技术学会了以后呢 我就直播 对吧 欢迎大家 来 看 利用这个 市场的观察能力 判断能力 和胆量 看 稍稍全